心化作续沾染几缕相似 谁在领摸你的笔迹 路红漫地飘阔几时风雨 唯有缘分不可抛弃 披醉梦的绿阔几声悲喜 谁在试探我的惊艺 黑白对一颗知己里几字 如影难断爱恨共灵 此去尽你 应是凉尘豪尽 需要说 千多万许我在海里寻觅 或许哪里有太多迷离 手握清风太大动力 已经有过谁人与我相依 千与万许我在海里回忆 繁华迎去了太多风雨 若空挂你 唱歌一曲 一起梦里难言与我便利 怀疑 中文字幕志愿 导演 这究竟要怎么破浅呢 文艺 文艺 来 喝汤 这是我让张仪特意炖的 生熔鸡汤 这么晚了 爹还给我炖汤呢 张仪炖了四个钟头呢 赶紧喝 好 那我一会儿就喝 好 那我回屋了 好 文艺 你是不是掉东西了 一张废纸 没什么 对了 以后晚上早点回来 别让我担心 吃吧 爹早点睡啊 好 回来这么晚 可以出去演了 开心吗 很开心啊 林航景 你别以为我爹什么都听你的 宠着你 要不是三哥在店面前帮你求情啊 你以为你能去女校教书吗 好 三哥 谢谢你 笑我什么 我已经都知道了 我已经都知道了 是你在爹面前求的情 才让我能去女校 我当什么事呢 你怎么能怎么谢我 你说了算 我 我想去床上睡 去吧 你 杭奖 杭奖 我觉着 我们这不像水桨啊 那像什么 夏琪 我们中间隔着 楚河罕见 那就对了 防止你飞向过河 一整个晚上 你的手 你的脚 你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不可以越过这条线 这话说的 林航警 我告诉你 我萧北辰长这么大 敢这么对我的人 如微动你一人 我这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 防君子 不防小人 我 relação 谢谢 你好 谢谢 你家里是水档的 你家里是水档的 五块钱 五块啊 贵啊 太贵了吧 是啊 女孩子上学 太贵了 还这么多啊 算了吧 这就是 火车进站 大家往后站 那边的退货 三哥 你看 在那儿 杜教官 可算是把您给判卖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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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教官 你们一个个的都成长了 是啊 这么多年没见 走吧 上车了 走 杜教官 就是这份加密文件 今天下车了 你不认真是哪个人 这份是谁 我说你 这一天 是谁 那你不认真是谁 我也不认真是谁 那我们怎么也得给 杜参谋接个疯吧 去茗玉 参谋 我早就说过 以您的才华 不在部队里面 简直是暴点天物 以后 可不止是帮忙这么简单了 行警 你就别忙了 一个报名的都没有 也不知道这报名表 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是啊 我们都已经免费三个月了 这学校的水电 桌椅 哪样不要钱啊 有人了 有人了 有人来报名了 真的 来来来 这边 请问你们是来报名的吗 请问你这儿上的什么课呀 我们两个都不识字 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 这上面写的是文化课 主要有国文 算术 英文 还有初级的物理和化学 洗衣做饭 缝缝补补 做衣裳 还有做鞋子 这 这些课 都有吗 没有 有没有伺候人的活儿 交不交端茶送水的规矩 我们呀 还想把它送到像您这样的 大虎人家做丫鬟呢 是啊 其实我们希望女孩子 学习文化知识 是为了以后在社会上立足 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拥有尊严和自由 这个林老师说的什么外国话呀 其实女孩子嘛 早晚都得嫁人 不用当什么女秀才 爸 我想念书 念什么书啊 家里饭都吃不上了 哪有闲工夫让你读书啊 咱们穷人家的女孩子呀 将来能嫁个好人家 那都是烧高香了 林老师 要不这样 我们再回去好好想想 是啊 我们走 我想念书 快去 赶紧回家 爸 赶紧回家 走吧 我想念书 你的 又再读书 去 去 你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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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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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教官 书局二楼的铁柜子里 有五张银票 都是万川银号的 一支钢笔 美国派克牌的 还有一本新定增传字典 共十二策 我们应该英才诗教 开设一些实用课程 满足实际需要 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 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林老师 听说你们女校超不到学生啊 这才没几天呢 以后会好的 以后 我看你是异想天开 你现在 上一帮穷人家的女孩子去读书 她们的心思 根本只想着如何维持生计 这读书 对她们来说毫无意义 别说她们了 就连那些妇人家的女孩们 都想嫁个门当户对的 呆在屋子里面当阔太太 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 所以女人几千年来 都做了男人的附庸和奴隶 别说主子和丫鬟了 就连夫妻 又有多少真正的平等 要打破这样的禁锅 就是要从女子教育入手 行 那你所为的平等 到底是什么 是独立 有了文化 女子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实现经济的独立 一切开销都可以花自己的钱 不用卑躬屈膝 看人脸色 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被抛弃了 就一无所有 其二 就是精神独立 有了文化 女子会懂得自己不是男人的陪衬和附属 不用把自己摆在卑躬屈膝的位置 才会更努力地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前进 照你这么说 那现在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 当然有了 我们中国就有唐群英 邱锦 她们金国不让须眉 大胆参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就说线下 金陵女子大学的王明珍同学 对统计物理学就有了深入的研究 国外呢 还有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 她在我们还是亲王朝的时候 就两度获得诺贝尔奖 还有佛罗伦斯南丁格尔 她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她一个人啊 就挽救了无数战争中的伤员 这些女性都是我们新女性最好的表率 那你的意思是 你去教她们读书 她们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我当然没有这么厉害了 教育也只能是教一些皮毛 不过我希望我们国家能有更多 这样意义生辉的女性 这也是女校所在的意义啊 哪怕只有一个女学生也是值得的 小姐 咱还要继续逛吗 回去吧 反正百货公司也没有什么辛苦还是 小姐 那边是不是在拍电影啊 咱就过去看看呗 蹭蹭热闹吧 行吧 反正横数也是无聊 好 让一让 让一让 江本小姐 老爷 你看一下啊 小姐 你看 那个姐姐 好漂亮啊 这个镜头呢很重要 这句词可以删掉 还有这个 好吧 这张信呢 主要是突出你和南一号之间的 暧昧关系 一定把这个氛围啊 给我呈现出来 好的 凤其姐姐 可不做梦 这基本话 淑姨 杭警 来了 杭警 你这么早把我们叫过来 要做什么呀 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没什么 我觉得我们之前的招生简章 写得有点太文奏奏了 所以我昨晚就把它改了一下 合着你就改这个改了一晚上啊 女孩子学会识字 可以看得懂借条 房契 看一下 招工的条件 方便自己不会受骗 嗯 学会算术 买柴米油盐 不匹邪药 都可以自己记账 算账 不用求人 不吃亏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很不错啊 挺好的 是吗 太好了 这就叫对症下药 你写的呀 都是普通人家女孩 最关心的问题 这样家长和同学们 也会明白念书的益处 太好了 是啊 很容易多了 我们赶紧把它发出去吧 行 好 来 来 后面的别着急等一等啊 还是吧 那不也像个人 真的有点处理啊 我们怎么说的啊 有点处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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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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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抱上头了 嗯 终于抱上头了 嗯 三少夫人 林老师 林老师 您上次不是让我们回去 好好想想吗 现在想清楚了 这书啊 要念 要念 做父母的 怎么能白白耽误女儿呢 什么算术啊 十字 还有那个什么礼 什么话 我们都让他学 快一点吧啊 大家 大家不要鲜华 大家不要鲜华 我保证今天来的每个人 都能报上名 好吗 好吗 好了 大家不要鲜华了 好久了 好了 按个手印吧 好 哎呀 你说这闪耽误的啊 这 来 是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抱上了吗 抱上了 抱上了 咱们再回那边去 好好好 走 好 魏老师 我有点事情 您能来帮我一下吗 好 你去忙吧 谢谢老师 大家不要着急 希望大家有秩序地排队 我保证 让你们的子女 都能报上名 好 太好了 老师 好 我说吧啊 你小心点 没想到报名的人那么多啊 可不是嘛 那对排的 来 到前面 走走走 快走 来 快走 快走 大家一个一个来 别着急啊 三少说了 只要是报名参加 成井女校的 学费全免 学费全免 以后 要是能够坚持一个月不辣客的 每个月奖励一块大洋 好 咱们三少还说了 从今以后啊 由成井女校毕业的女生呢 都会由北新商会出面 为所有的人争取一份工作 让所有人都能学以致用 自食其力 好 太好了 慢慢来 慢慢来啊 大家发我对 大伯主 张叔 你来了 那我先进去 好 您先忙 三少 您说的是真的吧 只要我们的女儿 去成井女校读书 她将来就能去医院 银行 那个航运公司工作 去伺候那些有钱的先生 跟太太 是这样吗 那当然 只不过啊 她呀是去工作 不是去做工 等她学了一技之长之后 她呀是去服务顾客 不是伺候 明白吗 明白 是是是 三少 这些地方将来 不会食言不要她吧 这位大娘请放心 税务局 已经在拟定新的政策 凡是录取成井女校的 毕业生 每个单位 每年免税两成 只要我萧北辰 还在北新一日 这政策 就不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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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太好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 能够拥有更多 独立的女性 那么 我们身边就会减少 很多悲苦的母亲 易碎的家庭 以及不幸的灵魂 而这一切 都是源于教育 所以今天 我愿意站出来 资助女生的课业 日后 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女校 让女生 能和男生一样 能够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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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排好队 排好队 你为的来不要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三哥 谢谢你 没事吧 没事 好 杭静 杭静 醒醒 来 我们把药吃了吧 好 来 张嘴 好 有出品 我 有西瓜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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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三哥 你快看看 还是杜教官厉害 已经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 还是费了些功夫的 多亏韦翼观察仔细 韦翼说这个密码 是跟新定增转字典 放在一起的 每一个英文字母 每一个数字 都以字典的册数 叶数 行数 位数相对应 所以就能找到 相对应的汉字 经过重新排列 组合换算之后 得到结果 现在就算知道内鬼代号 该从何查起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书局一定是内鬼 跟康司令的联络站 但遗憾的是 情报单这条线 无法推进下去了 既然已经知道了 内鬼的老巢 不妨 让它自己慢慢浮现出来 你的意思 引蛇出洞 小姐 怎么样 这可是姑爷 昨天连夜让人布置的 你说这是为了谁啊 今香 我看你最近 是越来越多嘴 不是我多嘴 是我家小姐 和这姑爷的感情 越来越好了 是 三少奶奶 前厅来客人了 司令和夫人 叫您过去一趟 谁啊 郑市长家的千金 从法国回来了 那不是四小姐嘴上 经常说的 小宝宝 凤其啊 这算起来 你在法国也待了 五六年了吧 好久没见你们了 爹 起 家妈 杭景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们俩原来认识啊 那 那太好了 好 凤其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杭景啊 是你三哥的媳妇 原来你就是三哥的媳妇啊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老爷 那个东大营那边来电话了 好 你招呼一下 好 来 走 我们进来坐吧 好 走 来来来 走 前两天啊 在大美百货 多亏了杭景帮我抓小偷 否则啊 我的钱包可就没了 我们家杭景啊 就是热心肠 就爱帮助别人 既然你们认识了 那就好了 也不用我介绍了 看看这俩小家伙 长这么大了 还记得凤其姐姐吗 小时候 我可抱过你们呢 凤其姐姐真漂亮 对啊 凤其姐姐 我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这次回来 你可不能走了 你要好好在校府陪我 你啊 还跟以前一样 没长大 什么事儿这么着呢 三哥 您看谁来了 小粽子 小卷毛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哥哥 回来好几天了 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没想到 你还记得我外号呢 那怎么能不记得呢 别看她现在 窈窕淑女的样 打小啊 就喜欢把自己 裹得跟个粽子一样 里三层外三层的 还说我呢 别看你现在是军团长 小时候一头卷毛 只要殊不知头发呀 就哭鼻子 谁哭鼻子 你哭鼻子呀 快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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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你怎么还爱喝这草莓味的汽水啊 这多少年啊 你小时候不也喜欢喝汽水吗 我记得你喜欢喝的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着 山海关 对不对 看来啊 还是我凤琪姐姐最了解三哥啊 他怎么能是最了解我的呢 我必须最了解你啊 你从小到大都很洁癖 衣服啊 被子啊 不能有一点点脏东西 哎呀 我记得上学堂的时候啊 七娘来来回回啊 给你送了好几趟呢 是不是啊 七娘 你说得没错 我们家老三 小时候最能折腾人了 你们三个 今天压根就是联合起来批斗我 才听出来呀 就是批斗你呢 凤琪啊 嗯 爹 在家里住得好好的 干嘛要搬去萧府啊 再说你回来的时候 不也没告诉他们吗 我是拍戏的时候啊 恰巧遇到淑姨了 我根本拗不过她 再说了 我已经见过萧伯伯和七姨娘了 这么说 你见到萧老三和林航景了 你干嘛进去给自己添堵啊 爹 我知道你心里担心什么 其实我这次回来 根本就不是为了她 你看我都没有跟三哥讲 其实我是为了我的事业而来的 那这么说 你不在乎萧老三了 嗯 我在法国 学到最重要的 就是法国人的自由和随性 即使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也要祝福他们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哪 你看凤琪 林航的威 也可以舒缓一下 这个老郑的怒气 这老小子 是个认死里的人 两家多走动走动 正好别让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 见缝插针 还怕了 牵着我的手 我不怕 你看你在我身边 翻腾得跟只小兔子一样 我还能睡得着吗 帮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实力很强 我也听说了 康敬雄最近也一直在拉拢他 如果我们这时候收编了吴志平 必定会惹恼康敬雄 我跟康敬雄不管怎么样 也全都是金都军的麾下 现在也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 所以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爹 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颖军高层内貌似有内鬼 一直在跟康敬雄那边勾搭着 在我助说火阳关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不对劲 我一直让伟一还有子俊暗中调查 后来发现 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知道 现在军中的 都是跟您出生入死的兄弟 我若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也不敢跟你提这茬 请您过目 这件事情还请您无比相信我 你的这些叔伯呀 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今后也是你的靠山 你要记住一句话 用兵之害 犹豫最大 三军之灾 莫过狐疑 如果查到最后 他们都是清白的 你这是会寒了人心 更会乱了军心 所以事情没凿拾 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爹 还望您 先不要挤着手便无止评 我希望您跟我演出戏 我希望您跟我演出戏 我跟我姑妈说了 你们怎么办 淑姨 我们家这边也没什么 你看 那我回头找她走吧 哇 这是送给我的 嗯 真漂亮 快戴上试试 来 这样吧 我帮你 写一点 这样 好漂亮啊 谢谢凤琪姐姐 很适合你的 对了 凤琪姐姐 你昨天教我说的那句法语 哟 哟 哟 太难了 我舌头都打不过弯了 你多练练就好了 你要喜欢法语 我可以天天教你啊 好啊 不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我爱你 等你见了沈大公子以后啊 就可以说给他听了 哎呀 连你也拿我打去 你知道吗 这是我教你的第一句法语 也是我对你的祝福 我希望你跟他 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也能够得偿所愿 凤琪姐姐 你真是我的好姐姐 这件事情 只有你了解我 只有你懂我 哎 我好希望你嫁给我三哥 成为我的嫂子 那个林航姐 连你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 真不知道我三哥 到底怎么了 被他弄得五迷三道的 我觉得行警人挺好的呀 美丽 闲静 有文化 有智慧 而且他对贫困的人 也很有爱心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接近他呢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他 他闲静 才不是呢 天津就是他装目作样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三哥 真是为我三哥打步不平 什么意思啊 凤琪姐姐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林航井啊 有个初恋 就在北新城 而且 还是个卖风筝的小子 卖风筝呢 对啊 你说他好歹吧 也算是个书香门第的千金 怎么会跟一个卖风筝 都不清不楚的 不过呢 人家吧 倒是也有名有姓 叫慕子正 但是我听说 他后来好像不知所踪了 应该是把林航井给抛弃了吧 所以啊 他这才改口 要嫁给我哥 你说气不气人 更过分的是 我哥居然毫不介意 答应要娶他 那林航井 我左看得不顺眼 右看得不顺眼 我三哥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这样 就是啊 千真万确 好 司令 我美吗 你头上带的什么鬼东西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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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爷 你说的什么鬼话呀 你别把自己的舌头给咬着 齐爷 你这就土包子了 这是法语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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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的 在家里胡言乱语的 这哪儿拔的也鸡毛插在头发上 成何剃头 这怎么就是野鸡毛子了 凤琪姐姐还夸您开话呢 我看 你就是个老顽固 我 我跟你说啊 你啊 也学识你三嫂 做任何事情都有模有样的 你看人家那学校办得多好啊 我一出这大门人人都夸 爹 您忘了 您一开始也不同意她办学校的 现在外面夸的人多了 您就开始飘了 叔爷 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我看呀 就应该把你送到 航景的那个学校 好好地学一学 我才不给他当学生呢 想得美 不吃 我妈 我妈妈 疯了 你拿着我再次 已经八点了 那人怎么还没来 不会不来了吧 吴志平已经把消息算出去了 这个人一定会出现的 定谨点 是 定谨带帽子那个人 五分钟前路过一次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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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人 抓住他 抓住他 站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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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说外面是怎么回事 这么大东西啊 好 你别包抄 接着他去路 追 站住 不是 快点 人呢 没看见 去那边看看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爱的花朵 谁在仰望 这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 否认心痛 人孤独涂抹 彼此的保护色 谁会甘愿蹉跎 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花处 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 照耀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 不会再坎坎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 守候一个承诺 我真心拥有光 哪怕 哪怕短暂 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 温柔 温柔滤 温柔滴色 下次流星花过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眷恋 你的轮廓 我曾在天空眷恋 我在天空花处 你侧印的轮廓 我只能管我 我便 sabemos 我 我的 metadata 你怎樣 只能按住 你一定要 我 我 真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